好 现在来看一下 那通过我们这样的分析呢 咱们就已经把这个产品当中的最基本的模型就实验完了 我们主要保留最主要的核心业务 所以呢 咱们就把这个几张表放到这儿 刚才我说跟大家去强调过了 这是一个最简易的七张表吧 所以不要觉得多 在公司当中你见到十几张表 几张表是很正常的 你的业务逻辑功能越多 它的表也就越多 所以呢 你实现的功能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那你最重要的话 就离不开它 如果你再往里面去补充新的业务逻辑的时候 你要发现 如果这些表还不能满足 你再往上扩就可以了 所以在公司里面建表的时候呢 碰到有十几张几十张表是挺正常的 那之前你们张狗建的原表 很少是吗 所以是关于这样的东西 一定要去保留 要能够往下去进行拆分的这样的一点 所以我们在大家进行分析的时候 之所以说一个表一个表来进行分析 意思是给大家去提供一个思路 怎么让你去进行建表 建表的时候要去考虑哪些点 不仅要把数据考虑下来 然后呢 还要考虑我日后扩展的问题 考虑这个数据保存的多少问题 还要去考虑我查询的时候 方不方便的这些问题 这些都是你要去考虑的点 你只有把这些点考虑完成之后 你这张表才能够建出来 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 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去慢慢的去练 去总结 去体会这个思路 原因在于哪呢 虽然你在公司当中 很可能你的产品已经后建出来了 表都已经建好了 但不意味着说你日后就碰不到创建表 原因在于哪 给你提出来需求之后 如果这需求目前的表结构已经不能满足 你是不是得重新创建表了 重新创建表的时候 你能够孤立的去看吗 不能顾虑的看吗 你是不是得捅头去看呀 这张表我得跟哪张表有关联 然后呢 哪张表里面存的相关数据 我这张新券的表怎么去关联 所以呢 还是会涉及到捅头的分析的 所以呢 这一点思路 大家必须要慢慢的去练 去总结出来 这张表的话 不是一下子能够练得出来的 所以就相当于 你一点一点的去总结 去分析一下 刚才我给大家提到的那几点 都要去作为你的考虑的出发点 你慢慢的去想的多了 你最终的表也就会构建出来了 好 那这样的表的字段都有了 那相对应呢 你现在再回回来 我们是不是只要在数据库当中 把对应的这个模型类 按照这张表给你实现出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模型类的那个字段 我们就不再一行一行 大家去写了 也没有任何意义 在去构建数据库的时候 最主要的就是创建表的思路 表的思路你都创建出来了 那模型类就是对它的一个抽象了 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个模型类的东西呢 直接发给大家 我们直接把这东西呢 发给大家 看一下在这个模型类当中 咱们稍稍的去过一下 具体的细节的话 咱们就说了 说一下大气的细节 首先我们在去构建表的时候呢 实际上在分析的时候 除了我们说的这些字段来说 通常情况下 还去补充两个容易字段 哪两个容易字段呢 一个是表结构的更新时间 一个是表数据的创建时间 这两个东西 虽然对于我们目前来说 可能用不到 但是最终在进行日后数据分析的时候 有可能会运造 你比如说我可能关心 这个用户是什么时候创建 什么时候注册的呀 或者说是入户一般在几点几分 更新它的数据 或者是房子有什么时候发布的呀 这些是不是都要去关于数据的创建时间 跟它的更新时间呀 所以每张表我在听分析的时候 都有可能会用得到 那我好了 咱们在听构建的时候呢 我专门就给你抽出来 就做一个模型类的积累 在这个模型类的积累当中呢 我去创建两个字段 一个是创建时间 一个是更新时间 然后呢 这个是都是column 是存放到数据库当中的 紧接下来 这两个字段是什么类型呢 是日期时间类型 然后呢 这两个字段的话 我可以给你设置默认值 一旦默认值设置完成之后 那我在最终操作数据表的时候 我可以根本不用关心 它是不是有默认的东西呀 所以给你设置默认值 比如说创建时间 一条表的第一条记录当中 它在进行创建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给你塞一下当前的时间呀 所以怎么去做呢 default去设置一下它的创建时间 什么时间呢 好了 我可以去采用当前引入 date-time类型 里面是不是有个闹函数啊 我就直接让它意思相当于 我在这里面去给你传入一个函数 相当于 你只要再去保存一张表的时候 操作到这条记录了 好了 它就会以调用这个函数 把这个函数的最终结果值 作为默认值 然后呢 设置到这个字段里面来 所以呢 我给你传出闹函数 那它最终就把这个闹函数 所对的当前时间 放进去 所以呢 这个create time 这个字段 我们实际上就不用操心了 有默认值的 还有更新时间 更新时间的这个字段 在保存记录的时候呢 在第一次插入记录的话 得有一个默认值 所以呢 是当前时间 然后呢 还要在每次更新这条记录的时候 它的更新时间都要去变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不想自己维护的话 怎么办呢 在这个里面会有一个叫做 on update on update 这个选项的意思就是说 当这条 这个模型类里面的这条记录 在进行被更新的时候 它也会去调用这个on update 所去指明的这个函数 把这个函数的值 直接设置为这个字面来了 所以相当于 我只要给你补充上 on update 这样的函数之后 那就相对应的 这个数据值呢 也就不需要我们维护 我们只要进行更新 这个值呢 都会变为当前的最新时间值 所以呢 我们去作为这两个算 然后呢 再创建出来的用户表也好 再去创联的这样的一个 城区的表也好 再去创联的这样的 房屋信仪表也好 通通的 你现在看一下 我在继承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去继承一个base model 还要继承一个db model呀 继承db model 原因在于 我让它是一个数据户的模型类 继承base model 意思就是要把这两个字段 是不是要拿回来呀 是关键这样的 所以呢 接下来再看一下 那用户表当中的话 会有这样的一个用户的ID呀 名字呀 手机号啊 相对应的 在这里面 都是刚才我们分析的字段 然后呢 在这里实际上是 还要去提供两个关联字段呀 为了方便查询吧 我可能跟房子有关系 我存了一个relationship 跟order有关系 所以又存了一个orders 然后相对应的 我实际上 还给它补充了一个backer RES做的反推 反解锡呀 所以也放到这了 所以呢 其他的一个东西呢 大家在课下的时候 对比着刚才我们分析的 这些字段 来去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大家看一下 当中有一点 我们没跟大家说过 哪一点呢 就是关于两张表的 多对多的关系了 刚才咱们是不是提出来了 这里面我们会去创建一个 house模型类 是关于房子的 还会创建一个fetology的 这样表示存放 这个设施信息的吧 对吧 房子跟设施信息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有一个房子 house这个模型类 还有一个设施信息 fetology 这两个模型类 或者说这两张表之间 是不是多对多的关系啊 多对多的关系 我们需要去创建一个 house fetology 这样一张表 那sertal icon当中 在这就说到了 说的时候就说了 你这个中间的这张表 实际上你很少 自己去操作吧 意思就是说 你根本没有必要 把中间的这张表 也抽象出来一个类 你要不然就是 以房子这个模型类 去查看一下 都有哪些设施 要不然就查看一下 这个设施当中 都有哪些房子吧 中间的这个过渡这张表 仅仅是查询的时候 一个过渡值吧 所以关于这张表来说 他说了就没有必要 你把它抽象出来 一个模型类 因为你很有可能 根本就涉及不到 操作这个模型类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sertal icon 跟我们进行现役的时候呢 你把多对多关系当中的 第三张表 直接以最底层方式 来进行构建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语法 之前我们是不是没见过呀 之前没见过吧 那这个语法就是 直接通过sertal icon 直接去创建表了 它不是以这个模型类的方式 去创建 而是通过谁呢 db.table 你创建db.table的一个对象 它就是一张表 所以db.table就是一张表的抽象了 在这里面没有模型类的概念 然后呢 在这db.table当中 你去指明了 第一个参数代表是 这张表的名字是谁 那我们再去给免章表 请明的时候呢 我们对这个项目中 取的表明的话 是以数据库 ih前缀作为前缀 然后后面去取的表明 所以第一个参数 对应的是这张表的名字 然后后面的参数 有多少个字段 你就补充 多少个对应的字段 那现在这么相当于 我去给你补充的字段 当中要存什么东西呢 要去存放一个houseID 是不是还要去存放一个faculateID啊 对吧 存放这两个IT 就相当于它是两个关联 所以有houseID 还有一个faculateID 然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进行分析的时候说了 这张表实际上是否还要有主件呀 对吧 还有一个主件 那你说这个主件我不存能不能行啊 原因在于哪呢 一张表里面一定要有主件 那这个主件 你可以维护单件的吧 可以维护一个自动ID 然后呢 能不能去存放联合主件呢 联合主件呢 我们说了 记录当中的话 区别开来 是不是通过主件来区别啊 也就是说主件的当中 在经区分的时候 主件的值不能一样吧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在这张表当中 跟大家刚才在进行分析的时候 说了中间这张表里面 存放的这样一个值 houseID跟这个faculateID 这两个值 每条记录当中 所形成的一个整个底的组合 是不是肯定不能同步出现呀 对吧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ID 我就可以不用去指明了 而是谁呢 我把houseID跟faculateID 这两个字段联合起来 当做一个联合主件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给大家提出了 你记录呢 就相当于 把这个houseID跟faculateID 我同时给你设计为主件 那他就知道了 这两个是一个联合主件 所以呢 他会以这两个字段的值 当做唯一的编号 来进去区分 所以这是关键的 好了 我们以最底层的方式 创建出来一个表 创建出来一个表之后 这是要创建这个table的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前面的东西 就是这张表了 那这张表最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用途呢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当中 当前的这张表 是不是要关联这两个模型类呀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咱们怎么去关联这个模型类呢 我们所要做的工作 实际上是否可以通过房子来去看一下 他所对应的这个设施的对象 都有哪些吧 对吧 所以咱们现在回回来来看一下 那我就给谁呢 我给house这张表当中 添加一个字段 什么字段呢 facility 看这个东西 我给他 facility 给你添加上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呢 就是关于 关于的就是 上面house这个模型类 跟底下这个facility它的关联了 这个关联的话 就相当于 我可以通过这个房子里面的一条记录 查询来跟它相关的 都有哪些设施吧 这是之前我们所说的relationship 这个算 就相当于 这个house要跟facility 但只不过是说 我通过一个房子 在进行查询 相关联的设施 都有哪些的时候 我是不是得通过中间第三张表啊 对吧 是不是得通过这第三张表啊 就相当于 我当前想要查询 房子编号唯一的它的设施 都有哪些呢 它有没有WiFi啊 有没有TV啊 我是不是得通过 根据这个ID 到中间这张表 过滤出来 都有哪些这个东西 才能查询出来 facility这张表吧 所以 那个过滤的关系的话 怎么去做呢 它就跟我们之前的 这个单件的关系 通过一对多的 这样的外件关系 就不行了 所以呢 先来看一下 relationship当中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给你添加上一个新的 叫做sectorate second 这个东西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吧 是不是代表第二次的意思 意思就相当于说 你为了在 house的这张表当中 查询出来 跟它相关联的 facology都有哪些 它的这个设施对象的时候 怎么办呢 你并不是直接到 这facology就能够 过滤出来的 而是说 你得找一个中间表 中间表的话 意思就是说 你得进行二次查询 你得进入到中间表时来 中间表是谁呢 就是house的facology 所以secondary的意思就相当于 你为了查询出来facology的记录 你得先去这张表当中 根据你房屋的ID 然后找出来facology的ID 然后呢 它会把这facology 再grade到这张表当中 把具体的对象找回来了 是这个意思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相当于 我们补充上了一个secondary 这样的关键字之后 就省却了我们查询中间表了 直接操作facology的时候 拿到的就是这样的设施的对象了 所以它依赖就是secondary 所以多对多的关系的时候呢 这里面大家要注意 我们对于中间表 是以普通方式来进行定义 然后呢 在进行关联的时候 使用secondary的方式 关联起来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大家去理解一下 那其他的话字段呢 都是我们之前给大家 已经讲过的那些字段 我们下期再见 就是这样子的 有一点 就是这样子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